花蓮市一名高姓男子 在日前因为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发作而住院治疗 造成家中经济的不稳而无力负担医疗的费用 市长魏佳贤在14号的上午 特别前往高姓男子的家中进行探视 也发送了慈爱基金1万元 并且带来了生活的物资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67岁的高姓男子在上个月因为急性心肌梗塞 合并心脏衰竭住院治疗 所需的医疗费用将近20万元 但高姓男子本来就是以打零工为生 实在是无力负担庞大的医疗费用 14号上午市长魏佳贤就协同社劳客长萧子卫 前往高姓男子家中探视 除了发送1万元的慈爱基金来减轻医疗负担之外 还带来了生活物资帮助他们暂度难关 那这样子的部分对于经济的部分 对医疗的部分整体都受了很大的影响 那刚刚我们也跟客长用我们基金的 部分来关怀我们的所有的 我们这一户的人家高先生 那也跟里长一同 那当然在里面有一些更需要协助的部分 我们会协同我们社劳客 然后拜托我们社会处 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个单位 能够来帮他做一个相关的解决 市长也表示 由于个案并无工作 所以无法以社安网来协助 因此这次才会特别从市公所的社福基金 拨出急难救助金 希望能减轻个案的负担 并且会持续为他们媒介相关的社福资源 也呼吁花莲相亲 如果有发现家庭或个人 因突发事故而导致生活陷困时 也请大家能伸出援手 向当地里长或里干事反应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记者许黎晴花莲市报导